1937年7月7日 卢沟桥市便是长达八年的抗日战争的开端 随后日军在东部沿海登陆 中日之间进行了多场震惊世界的大型会战 但战争的结果却不尽人意 蒋介石方面出动了国军几乎所有精锐部队 以松户会战为例 日军投入兵力将近30万 国军的兵力达到惊人的80万 可结果却以国军惨败 上海失守告终 之后的几场大型战役 虽有小规模战斗比较亮眼 可总的来说 结果和松户会战没什么不同 这种情况让人不禁疑问 为什么国军在与日军的对抗战中 总是处于失利状态 为什么总是打不过人数 远不如自己的日军 造成国军失败的原因究竟有哪些呢 今天我们就来浅息一下这个问题 事实上我们要承认 蒋介石方面对战争总体的布局和把控还是有水平的 比如陈诚等高级将领提出 绝对不能让日军从北向南打过来 而是要引导他们从东部登陆 这一点建议很好理解 首先从中国几千年的历史经验得出结论 凡是从北向南的战争几乎都是无往不利 不管是地形还是气候都适合蒸发 但从东向西的战争是不一样的 首要原因就是地形的问题 中国越向西 地形越复杂 沟壑水区无数 河道密布 地形复杂多变 不利于外来军队行进入侵 比如武汉会战中的万家岭大姐 国军将领薛越 凭借着地形优势和超前的军事指挥能力 呈现给中国人民一场完美的歼灭战 由此刻一看出 国军是不缺乏优秀指挥将领的 尤其是在抗日战争的前两个阶段 要兵有兵要人有人 可为什么依旧不可避免地一直被敌人追着打 直到将当时的国民政府牵制重庆 凭借天欠 才终于拦住日军的脚步 我们都知道 在抗日战争之前 清政府和民国交替的这几十年时间里 各地军阀混战 从南到北各种规模的作战应有尽有 理论上来说 巨龙吸收了几乎全部军阀部队的国民党军队 在作战经验上应该十分丰富 可在对日作战中 这些经验似乎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反倒是没来过中国的日兵看起来更为强悍 作战能力也更强 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 当时国民党军队的看起来花团紧簇 人数众多 实际上远远达不到正常军队的水平 很多都是一位好勇斗狠 没有经过正规训练的杂牌军 因此国民党其本质上依旧是各地军阀的贿赂 比如向来地位较为敏感的贵戏兵 这些广西狼兵们也不是不听话 只是更愿意听从自己人的话 如李宗人白崇喜的领导 而且战争又远到征战 想要他们没有磨合 就与其他地区部队配合确实存在一定困难 从贵系军队的这种情况就可以看出 或许在统帅能力方面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聚拢能力或许没得说 但在内部凝聚力问题上有着严重的缺失 导致国军整体外松未散 缺乏统一的向心力 当然不管是哪个军阀的部队 将侵略者赶出中国的目标还是一致的 所以可以聚集人 才能组织80万人守住上海 反观日本 他们不管是目标 还是作战凝聚力方面都相对解释 首先在团体作战和单兵作战能力看 日本在侵略中国这件事上蓄谋已久 从明治维新到中日海战 日本的准备十分充分 针对性的训练 以及以东北为依托 情报信息收集 各地渗透等方面 多年的软磨硬炮终于为自己撕开了一个裂口 在凝聚力 整合能力方面也不用多说 他们目标一致 就是要光明正大抢地盘 就是要将惦记许久的这块肥肉吞到嘴里 多年的洗脑和描摹 底层日军对更好生活的憧憬 随着时间凝聚成一团 他们没有心思各异 直见领导执行效果好 这些都是他们在作战中取得优势的原因 武器弹药向来是战场上 衡量单兵作战能力的重要标准 想要在战斗中打出优势 忽略其他偶发因素 充足的弹药才是保证战斗水平的关键因素 以日军蓄谋已久的攻势来看 他们在武器装备上可谓是不及血本 从研发到升级再到海外采购 将每一个提升装备的机会应用得淋漓尽致 以最常见的三八大概为例 该款步枪使用简单 操作灵活 安全性和稳定性可圈可点 射程方面也可近可远 经步也拿得出手 唯一的美中不足就是杀伤力太低 可即便如此 日军在装备部署上 也几乎做到了人手一把 最重要的是每次作战发放的配套弹药充足 反观国军 前期枪袍弹药准备不足 作战中弹药补给不到位 即便是明显短板的仿制毛色枪 在军队中依旧无法全军配技 战术水平是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 能否取得战斗胜利的关键 以理论水平和作战总结来看 中国占有绝对优势 老祖宗几千来总结出的 作战经验历历在目 并且还形成为了较为完善的战术体系 按理来说 在战术等方面 国军具有绝对优势 然而从防守阶段 到相持阶段的几场战役中 国军却始终无法 发挥出应有的水平 以1939年9月 到1942年1月期间 进行的三次长沙会战为例 这三次作战 发生在战略相持阶段 也就说这时候的 日本已经内部出现了问题 再也无力组织 战争初期出现的大规模 全面作战 国军方面 则总结了之前几场 大型会战的经验 决定采用 以空间换兵力 诱敌深入 重兵合围的作战方式 具体可以参考 万家岭大捷和福金山保卫战 在一定程度上来说 都是采取包抄的方式 先给敌人夹甲装留一个突破口 分散在集中 实现对敌人的包饺子 最后一击毙命 国军在长沙会战中 也是这种作战思路 但却没有达到薛岳将军 之前统筹作战的效果 这是为什么呢 首先就是队伍组成杂乱 这就造成了执行上的困难 中国人信仰的是将在外 军令有所不守 这种作战方式 本质强调的是随机应变 因地制宜 可放在近代现代化战争中 便只有三个字不听话 一支不听话的部队 或许影响并不强烈 但多支部队都这样 就导致了上面下达的命令 无法有效达成 大家全都推三阻四 不想走在前面 再好的战士 没有执行人 也是无计可施 其次 国军队伍缺乏灵活性 原地不动听指挥 关键时刻 又开始发挥作用了 反正上级叫我在这里 只要不危及生命 我自窥然不动 国军战士和中下级指挥官 多半都是这个心理 然而敌人可不讲究这些 正面打不进去 那就从侧面进 绕后包抄 步兵进不来 就用空军开路 早上打不过 就半夜偷袭 这种不断试探的打法 肯定要比没手成规有效的多 最后一点 恐怕就要从战事的个人素养 和军官对待日军的态度来看了 抗战前期的几场大兴作战 无一例外的失败 造成了国军内部情绪的恐慌 见到日军就想跑 即便知道对方战术上的绝对弱点 也不敢放手一搏 这就导致了国军战士 在战术执行上的不到位 没有书阵 却先丢了气势 要知道战术是要搭载作战能力的 再好的战术也不能单独行军 看过电影《1942》的人 不知道记不记得这样一幕 河南灾荒严重 百姓根本没饭吃 李雪剑老师扮演的县长 向当地的驻军长官 请求分一些粮食发给老百姓 军官冷嘲热讽地拒绝了 其实原因并不是完全无法理解 当兵的吃不饱饭 打仗时候就会战斗力下降 敌人一旦取得优势 占领该地区 吃苦的还是老百姓 可理论归理论 实际情况也不能忽略 老百姓们看着大兵们 一个个吃得肚子滚圆 心里会不会难过 肯定会 更重要的是长此以往 大兵们就会产生一种心理 什么都得以我为重 我要先吃饱 还要先拿钱 别人死活 跟我没关系 久而久之 一旦不尽人意 他们心里就会开始产生不满情绪 并逐渐转变成消极 贪生怕死 麻木不仁 这种缺少和老百姓的共情 并不能单一地责怪 底层国军战士 因为他们中的一大部分人也是这样 尤其是从上到下的 国军将领和指挥官 这就导致了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 他们过高地看待自己 过低地看待同胞 不管是对我八路军部队 还是对普通民众组成的民兵组织 以及爱国人士 认为这些人指望不上 只有他们就够了 从而忽略这场战争的本质 这是一场抵抗外族侵略的战争 打走侵略者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愿望和责任 把自己包装成独当一面的大侠 本身就不符合具体情况 只有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正是别人的优点和能力 并加以配合利用 让所有人都动员起来 一致抗日 才是战争最终取得胜利的关键因果 但是显然国军从上到下 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也不愿意承认本就该有的事实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高层 宁愿请求将这一代的财阀 老阿公们支援 也不愿意团结民众的力量 这在战争中并不算绝对正确 大家都知道 在长达八年的抗日战争中 我们的对手不仅仅是日军 还有着数目众多的伪军 自己人手里的枪或许要更疼 这些人大多数来源于敌战区 和所谓的停战区 还有一部分被俘虏和策反的人 人数最多时竟然超过了一百万 这些人在抗日战争期间 以各种身份出来和正规军队作战 拿着日本人的给的补给 替日本人办事 我们能怎么办 正规军不忍心对同胞动手 可伪军们打正规军却没手软 拖后腿一拖一个准 打又不能打 想要收编 伪军们还不一定能像正规军战士们 一样能吃苦 即便如此 抗战的八年时间里 消灭的伪军数量也有百万之多 到了战争结束 还有约百万人被国民党收编 摇身一变成为了国民党正规军 这部分人放下日本人的武器 又拿起了国民党的枪 枪口的朝向却始终没变 最后除了当炮灰 就是成了流寇土匪 始终都在给中国人民找麻烦 说一个令很多人难以置信的冷知识 我们在固有概念里都认为 国军士兵都有钱 吃香的喝辣的 手里大把银元 还要时不时盘剥百姓 然而事实却是 底层国军士兵连饭都吃不饱 你以为是后期补给跟不上 有意思的是 前期补给也没给到位 举个例子 抗战初期川军手里 基本没有什么新发物资 很多战士连衣服都领不到 更别提吃食了 之后更是如此 其他战略物资姑且不提 餐食上根本达不到要求的标准 很多底层战士吃的是 发霉的大米 里面有无数的杂物 肉食想都别想 有时候甚至连草根都吃不上 在1944年 美国专家在国民党士兵中 抽点的检查数据中 明确显示在随时抽调的 1200名国军中 约六成的国军战士 营养不良十分严重 而日军前中期的伙食 则更为均衡营养 肉类 主食 水果都能得到适时补充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只有一个 国民党内部贪腐严重 内部演绎了一把静代版的 珠门酒肉臭 路有洞四骨 中高层国军将领和 嫡系部队物资用都用不完 甚至还有些人偷偷把政府 下发的物资和国际援助 卖给日本人 为此在与美国人组成的远征军中 美军长官还要派人看着国军战士吃饭 领取物资 补充各种维生素 为的就是保证各种食品物资 能够真正发放到底层士兵手中 骑上满下 吃空想 中饱私囊 更是国民党军队中的常态 当然 国军中也有不错的人 以高级将领王要武为例 他忧心前线的战士没饭吃 没衣服穿 还专门在后方开设的各种工厂 自己攻击前线战士物资 正因如此 一大部分国军战士才看起来弱不禁风 毫无战斗力可言 有时候不是他们不想赢 而是真的客观条件不允许 生活在和平年代的我们 很难想象前辈们经历了什么 但历史的结果告诉我们 没有什么是偶然的 你所看到的结果都有必然原因存在 不论如何为了赶走侵略者 不顾生死参与到战争中的人都是英雄 值得我们永远铭记